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边赚了这么多 或者是亏了这么多 这个我亏的钱多到哪儿去了 众所周知 股市是由于不同的散户和机构所组成的 它由千千万万个买家和卖家所构成 我们买入或卖出的每一笔资金或者是股票 它都会由下一个买家或者是卖家来接手 换句话说 它愿意来承担所拥有的相关的风险 这样呢 股票的交易它才会源源不断地进行下去 举例一下 我们有一个股票 如果是10块钱买入 如果我觉得它之后会上涨的话 那我愿意以11 12甚至于15和20的价格来买入 那么这个时候呢 股价就会随之而上涨 反之 如果这个公司未来你觉得它的价格会下跌 会亏损 那么我在10块钱买入之后 我愿意以亏损的价格9块钱 甚至于8块 7块 6块钱把它卖出 那么其中的损失的4块自然是由初期的买家来承担 但是未来用这个更低价格的价格接手的买家 其实它本身它是认为这个价格买的是划算的 并且它会认可这个公司值这么多钱 未来可能会更好 所以更多时候呢 在股市中每一次的亏损和每一次的盈利 它其实都印证了对面下一个认可你价格的买家 或者是卖家所愿意承担的风险 换句话说 其实在市场中总的资金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无非是从这个买家换到了另一个买家中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对于股市中盈亏资金去哪儿问题的一个小解答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金融小常识 欢迎关注GoMarkets的视频号 也欢迎您随时收藏 点赞 转发我们的视频 下期节目见